欢迎大家收看世界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英国计划禁止一次性电子烟以打击儿童使用 查尔斯国王在前列腺手术后出院 一位意大利大屠杀幸存者问自己是否白白火了 X个屏蔽泰勒斯维夫特搜索结果 关于病毒式AI深度伪造的知识 乔丹在商庭补食阶段进球两次 晋级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 请大家收看 英国计划禁止一次性电子烟以打击儿童使用 纽约时报 英国政府计划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电子烟限制口味 并对包装和展示进行监管 以遏制未成年人吸食电子烟的行为 根据行动吸烟与健康组织的数据 去年英国11至17岁的青少年中有五分之一尝试过吸食电子烟 此举是为了应对电子烟在青少年和儿童中的流行 而采取的类似行动 其他国家和美国各州也采取了类似措施 该禁令仍需获得议会批准 并是一系列旨在解决与电子烟相关的公共健康问题的措施的一部分 查尔斯国王在前列腺手术后出院 纽约时报 英国国王查尔斯三是因前列腺肥大接受治疗后已出院 这位75岁的国王上周五被送往伦敦的一家私立医院接受定期治疗 白金汉宫官员表示 国王已重新安排了即将到来的公开活动 以便进行一段私人康复期 前列腺肥大在50岁以上的男性中很常见 可在70岁以上的男性中发现高达90% 治疗可以包括药物、饮食和生活方式的改变 以及必要时的手术 一位意大利大屠杀幸存者问自己是否白白火了 纽约时报 莉莉亚娜 赛格雷是一位大屠杀幸存者 也是意大利终身参议员 他担心自己对学生进行的关于大屠杀暴行的见证和教育努力 都是徒劳无功的 现年93岁的赛格雷对意大利和其他地方日益增长的反犹太主义 和普遍的仇恨氛围感到悲观 他特别对他的祖国右翼极端分子的行动 以及利用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 传播反犹太情绪的行为感到痛心 赛格雷质疑自己是否活到足够长的时间来见证历史的重演 X个屏蔽泰勒 斯维夫特搜索结果 关于病毒是AI深度伪造的知识 半导电视台 社交媒体平台X在泰勒 斯维夫特的深度伪造色情图片在网络上疯传后 已经屏蔽了与他相关的搜索 这些图片在包括Reddit和Facebook在内的多个社交媒体网站上泛滥 引发了对立法解决滥用人工智能进行性骚扰的呼声 X禁止了对斯维夫特和相关查询的搜索 显示了一个错误信息 Instagram和Threads允许搜索斯维夫特 但在搜索到色情图片时会显示警告信息 X的安全账户发布了一份声明 强调了其对非自愿裸露图片的零容忍政策 并表示正在积极删除这些图片 并采取行动对付负责的账户 其他公司如Meta、OpenAI和微软 也发布了谴责这些内容 并采取行动阻止其传播的声明 深度伪造是一种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和操纵的合成媒体形式 他们已被用来制作公众人物 从事各种活动的假视频和图片 各国对深度伪造的立法情况各不相同 有些国家将其分发和使用定为犯罪行为 乔丹在商庭捕食阶段进球两次 晋级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 雅虎 约旦在最后几分钟的亚洲杯16强赛中 惊险地以3比2击败伊拉克 晋级8强 在第77分钟阿伊曼 侯赛因被罚下后 约旦占据人数优势 但看起来注定要被淘汰 直到亚赞 阿拉伯在第95分钟搬平底分 尼扎尔 阿尔拉什丹在第97分钟打进了胜球 排名比伊拉克第24位的约旦 将在下一轮面对塔吉克斯坦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也是您每日的快乐播报员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了一些国际新闻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是关于英国计划禁止一次性电子烟的新闻 英国政府为了打击儿童使用电子烟的行为 计划限制口味 监管包装和展示 并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电子烟 这是为了解决电子烟在青少年和儿童中的流行问题 而采取的措施 其他国家和美国各州也纷纷采取了类似的举措 不过 这个禁令还需要获得议会的批准 各位观众对这一措施有什么看法呢 接下来是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的前列腺手术 75岁的国王因前列腺肥大接受了治疗 并已经出院 前列腺肥大在50岁以上的男性中很常见 治疗可以包括药物 饮食和生活方式的改变 以及必要时的手术 国王已经重新安排了即将到来的公开活动 以便进行一段私人康复期 希望国王能够早日康复 继续履行他的职责 然后是关于一位意大利大屠杀幸存者的报道 莉莉亚娜 赛格雷是一位大屠杀幸存者 也是意大利终身参议员 他对意大利和其他地方日益增长的反犹太主义 和仇恨氛围感到担忧 他特别对右翼极端分子的行动 以及利用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 传播反犹太情绪的行为感到痛心 赛格雷质疑自己是否活到足够长的时间来 见证历史的重演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心酸的问题 也让我们深思 接下来是关于泰勒 斯维夫特的新闻 社交媒体平台X在泰勒 斯维夫特的深度伪造色情图片 在网络上疯传后 已经屏蔽了与他相关的搜索 这些图片引发了对滥用人工智能 进行性骚扰的呼声 引起了各大社交媒体平台的警觉 X、Instagram和其他公司都发布了声明 强调对非自愿裸露图片的 零龙忍政策 并表示正在积极删除这些图片 深度伪造是一种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和操纵的合成媒体形式 对于我们来说 要提高警惕 辨别真伪 最后是关于亚洲杯的新闻 约旦在亚洲杯16强赛中 以3.2击败伊拉克 晋级8强 在比赛的最后几分钟 约旦占据了人数优势 但看起来注定要被淘汰 然而 在商庭补食阶段 乔丹队的亚赞 阿拉伯和尼扎尔 阿尔拉什丹相继进球 帮助球队逆袭获胜 这真是一场惊险刺激的比赛 让人热血沸腾 各位观众朋友们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希望我为大家带来的新闻 能够让你们开心一下 现在是时候和大家互动了 你们对这些新闻 有什么想法呢 有什么问题想要提问呢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谢谢您的收看